6月1號開始 為了協助施打5到11歲兒童的疫苗 所以中央決定在六都 加開6個大型的接種中心 在指揮中心宣布這個新的政策之前 台北市政府有沒有得到任何訊息 這個很白痴的命令 白痴的命令 命令 怎麼說 他有說在學校打完了他要幹什麼 所以你覺得多此一舉 沒有必要 剛剛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做了一個新的宣布 6月1號開始 為了協助施打5到11歲兒童的疫苗 所以中央決定在六都 加開6個大型的接種中心 台北市設在自由廣場 新北市設在板橋車站 剛剛新北已經回應說 他們事先完全不知道毫無所惜 我不曉得此刻之前 在指揮中心宣布這個新的政策之前 台北市政府有沒有得到任何訊息 沒有 所以是被突襲了嗎 應該可能是衛生局同仁有接到 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共通報 所以到此刻為止 台北市政府有任何官員 得到中央任何通知嗎 沒有接受 沒有接到 所以也是疫情指揮中心先宣布了 到此刻為止沒有接到任何證實通知 不管口頭或書面 這個很白痴的命令 很白痴的命令 命令 怎麼說 我都在學校打完了他要幹什麼 我剛聽到您打負負了嘛 你希望在學校為中心把它打完嘛 六月三號之前打完 那現在中央突然宣布說 我們中央因為他說 今天我們有33.12萬劑的輝瑞兒童疫苗到台灣 所以為了協助地方可能施打量很不足 所以中央主動來幫六都設大型的接種站 所以事先完全不知道 所以市長你認為這是一個白痴的命令 那會不會打亂我們原先台北市針對5到11歲兒童疫苗施打的節奏 不是啦 我們5到11歲都在學校裡面 為什麼還要這樣搞這個 就學校打完就好了 所以你覺得多此一舉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可是中央現在已經宣布6月1號要上路怎麼辦 我不曉得 你不曉得怎麼辦 你是市長那中央現在下了命令 人家又說我們在扯中央後腿 又說我們不跟中央配合那怎麼辦 然後家長又亂了套 我到底是要學校施打 還是要針對中央六月1號新設的部分到自由廣場去施打 家長會無所事從耶 去學校打不是很好嗎 所以你認為去學校打是比較好的選擇 對啊 所以你認為中央這樣下的一個命令是非常白痴的命令 對啊 那台北市配不配合 沒有啦 不要亂下命令啦 那個還不是 你到那裡還是要排班還是要那個 所以中央可能是透過榮總的協助 直接在自由廣場設置這樣的大型接種站 而事先沒有跟台北政府做任何討論 我想可能其他我不曉得 因為新北已經說他們也不知道 那其他縣市六都 如果是綠營執政的縣市我不曉得他們有沒有事先知道 就像我們發言人跟你的小編之前所說的 中央是不是又再度按槓的部分資訊 讓我們非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在狀況外 市長你有這種感覺嗎 不是啦 像上一次去松山機場那個也是一樣 你一設就用兩篇現在不用了 關掉是不是 那人家要相信 要相信我們這些第一線的指揮官 那根本來 在關掉